8月5日大型古装传奇偶像剧 大唐女将樊丽花在上海举行了全国首播新闻发布会 虽然男女主角刘凯威齐兰没有现身发布会 但康华 队 王延苏等主要演员喜出道场 和记者们分享该剧台前幕后的故事 康华姊姊在片中饰演一位别具风情的老板娘 为了反抗 王虹雅架依然出逃 结识了秦岚饰演的樊丽花 并成为西西江西的好姐妹 剧中除了和秦岚谱写一段姐妹情 康华和叶向明饰演的薛应龙还谈起了一场姐弟恋 他最特别的一点就是有一段姐弟恋 这是我从影白比较少尝试的 觉得很有意思 剧中大谈姐弟恋让康华倍感新鲜 不知道生活中的他 是否也期待谈一场特别的姐弟恋呢 发布会的第二天为中国传统的七夕佳节 虽然康华目前还没有找到与他共度七夕的牛郎 但身边不乏许多追求者 采访中他就大方分享了 自己曾在情人节被疯狂追求的经历 之前的一两天会 可能会认识一些朋友的朋友 那他的追求方式让我觉得好惊讶 可能会认识了15分钟之后 我可能就走掉了回家了 就然后可能第二天就接受到 那些人的追求啊 比如说拿了一个支票啊 然后是要去买戒指让我嫁给他 泰国小天王Day 此次在该剧中也有出色表现 出道之初曾因为长相哭似林志颖 时常被拿来与林志颖相提评论 如今经历多年的发展魔力 Day也然已经摆脱了当初的奶油小生气质 逐渐走出了自我的个性 发布会当天一脸露腮虎的他有微亮眼 对于这个全新的造型 Day可是别有用心哦 其实我刚好是因为 我现在有一个空档一段时间 所以我想把自己聊聊看 胡子是怎么样 我之前有聊 但是没有聊过这么长 我们演员有时候不只是 在戏里面的按剧本来走 可能有些外形 头发啊 皮肤的底色啊那些 所以我觉得像胡子也是一种外形 我去聊聊看 我会觉得这个不错 可能我就 要是有哪部戏适合这个 就以后就可以跟他说 我有点胡子的样子要不要看看 我跟她聊一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